大家好,我是David Chin,陳子乾 香港巴克聖樂節的藝術總監 巴克一生人寫了超過千部的作品 除了有兩百多首清唱劇之外 還有很多的戲樂作品 還有幾部的巨作 例如B minor Mars Christmas Auditorial Magnificat Saint Matthew Passion 還有今次我們會演出的 乘約翰壽難曲 Saint John Passion 乘約翰壽難曲的劇本 主要是取自《約翰福音》第十八和十九章 再加上巴克當代的神學家 和詩人他們所創作的詩詞 這部作品 無論是對十八世紀 或者是對今時今日的聽眾 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主耶穌當時期所面對的一切 祂的作為 加上眾人對這些作為 各種不同的反應 比起今時今日 同樣缺乏公義和不安的世界 我們可能可以在當中 找到一些很實際的答案 大家好 我是女高音熱寶青 我很榮幸能夠參與今年的 香港巴克聖樂節 我是女高音的讀唱 以及我也會擔任合唱的部分 我會唱兩首詠炭調 一首是快的 聽快一點 另一首是比較雙感 慢一點 我的第一首詠炭調 是關於我如何追隨耶穌的腳蹤 而樂隊裡面有兩支牆 和我一起表達這個訊息 他們兩個好像追著 有一些陰階 令到你覺得好像追隨耶穌一樣 但追隨耶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詠炭調裡面 有些半陰階 令到你覺得好像很難 要經過這條很崎嶇的道路 亦都反映著 我的第二首的榮炭調 就是一首比較雙感 即是說 就算你信了耶穌也好 其實你有很多困難在你的人生裏面 所以你就要依靠上帝 大家好 我是胡永禎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 今年香港巴克聖樂節 聖約翰壽難曲的演出 今年我是參與南中音獨唱的部分 亦都會去到演唱合唱的部分 所以在整個音樂會裡面 對我的挑戰都相當大 除了有一個很長的音樂作品之外 更加我自己要分析不同的角色 當然我最大的角色就是 飾演耶穌的一個角色 當中我會用不同的對話 不同的旋律和節奏 去到表達耶穌當日 被不同的人去到質問 甚至見到不同的事 在我的心路歷程的一些表達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要去代入耶穌的角色 去到思考究竟我做的事情 是有什麼意義 我要表達的信息 要啟示出來的又是什麼 更加難的就是要演繹當時的群眾 可能是奏罵耶穌的人 可能是要釘死耶穌的人 可能是要釋放巴拉巴的人 這些角色 我們昔日看聖經 都是見到很多 但是繪形繪星用音樂 用語言去到表達 甚至很憤怒地呈現出來的時候 對我自己有很深刻的影響 讓我能夠更加立體地 將這個信仰 最核心的部分 能夠再次演繹出來 對我自己的幫助也都很大 在這個作品裡我要演唱 而其中一些歌曲 是用了一個角色 去到好像很抽離那樣 無論我們之前在看什麼角度 看到什麼場景 我們就好像邀請所有的觀眾 在那裡停一停 去想一想 剛剛我們看到的事情 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 有什麼意義呢 無論你是一個對耶穌受難 有什麼經歷 或者甚至你認識有多少 我們都很想 你能夠來到這個音樂會當中 用一個音樂的形式 讓我們去看 讓我們去聽 讓我們去思考 使得這個音樂所講述的東西 是重新被賦予生命力的演繹出來 以致這個音樂不是純粹一種娛樂 而是對我們整個生命 一個很大的挑戰和幫助 今次是我第三次有機會指揮這部作品 雖然是第三次 我仍然覺得這部作品是非常新鮮 而且越來越被它吸引 今次也非常高興和感恩 因為能夠和多位結出的音樂家合作 將這部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挑戰性的作品 來和香港的朋友分享 很希望能夠在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七點半 七點半 晚上七點半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見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見到你 我們同時見